剛開始排位賽的時候,當然會很緊張 然後在開始的過後,緊張的感覺慢慢就被那種興奮舉辦 然後在比賽的過程中,難免會自己有失誤 去擦中到別人,或者是被別人擦中 所以這些東西就很難避免,安全最重要 然後跑完最後一圈的時候,有一種無視中步的感覺 然後希望車子的損傷不會太大 如果沒有嘗試過在山道上奔馳比賽的朋友,換你一起來加入 在山道上的安全性當然會比公路上來的更加的好 然後我不建議大家都在公路上 明天當然會再繼續參與Babang Safe 因為真的讓自己過意涼多,然後讓自己不斷的成長